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午餐会 今天我们有幸非常荣幸 又请到钟永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基于行动研究的教学科研转化 途径与经验 钟教授于去年大概016的时候 11月份从来到我校 给我们分享2.0课程 我记得是在对面的B403的教室 因为我们之所以选取午餐会这种方式 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加融洽友好 比较亲和的一种交流 之前跟钟永老师还有交流 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互动 所以在钟老师讲的过程中 老师们有疑问有想法 也可以随时跟老师开展互动 下面我就把话筒交给钟老师 我们的午餐会 关于基于行动研究的教学科研转化 途径与方法的午餐会 工作坊就正式开始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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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 下午好 大家该吃吃 该喝喝 听的不好出去别说 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华诗大 边吃边喝边分享 今天各把小时 时间有限 我们分享为主 所以先跟大家说一声 今天的PPT 大家如果需要 你们要怎么照都可以 但是我会把今天PPT 传给小老师 你们如果谁需要 可以直接问他要 今天两个PPT 这个只是依扫而顾 大家看一眼而已 意思是 如果今天讲到的一些细节 或者相关信息 如果大家感兴趣 欢迎去这里看这些视频 这些是讲座视频链接 然后教学法的讲座 翻译可能今天不讲 无关 学术可能有一点也有点关系 今天主要是教学讲座和这个叫做 学术英语或者学术表达 这是这两个方面的 欢迎大家多关注一下 有需要的话 看一看 很高兴 如果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点帮助 这是我们今天的讲座 关键词 一个是行动研究 一个是教学科研转化路径 在座都是老师 都是师长 当老师你就面临几个 必须面对的挑战 第一 当个胜任的老师 一个好的老师 一个不断进步的老师 其次 自己想当老师还不够 还要当学者 否则 你的职业 进步的这个路径 就会有限制 在一个大学里头 没有学术的话 很难进步 所以今天也关注这个 我们教学的实践 和怎么把教学实践变成学术 第三点就是很实际的一点 怎么把教学和教学学术 转化成论文 这是今天的 今天有几个动图 第一个动图 大家先看一看 也去想一想 这个动图给大家一些什么启发 你想到了什么 看见这个动图 想到什么 大声一点 游戏 正常 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一个游戏世界中 这个世界改变了 以前是个文字书本 现在是个游戏世界 我们教的学生 即使他上课 装模作样的认真听 他也想着 我回家要玩游戏 这是第一个启发 第一个联想 还能想到什么 一关一关 这也是现代社会的现状 我们每个人都在闯关 现在年轻人玩的游戏 一个主要的类型就是闯关游戏 一关一关的闯过去 不断的玩下去 实际上 我们的人生也如此 当老师也是 一个关卡 一个关卡闯过去 先读博士 先找工 然后先当讲师 然后不断进步 一点点闯下去 所以人生就是闯关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的学术实际上也是闯关 今天等一下我们要讲一讲 怎么闯过学术发表的关 人生就是闯关 学术也是闯关 还能联想到什么 大声一点可以吗 得分 得分很重要 你说 我有个远大理想 大家已经不关注了 你说你下一步 得可以得到什么 大家就会去关心 我走下一步 再走下一步 每一步都要给自己一些reward 一些小的奖励 对不对 得分 然后得分 还有一个意义就是 这个评估 这个分数 给自己一个督促 给自己一个反思的基础 一个数据 对不对 我反省自己的工作 进步等等 所以把分数 得分 设计到我们的学术里面去 也很重要 还能想到什么 那我补充一两个联想 行动研究 实际上也就是把我们的工作 转换 转化成一个个关卡 有目的性地把它设计出来 变成一个个关卡 一个个闯关过关以后 我们就能做好行动研究 你想一想我们当老师 一般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工作 变成行动研究的话 也是要教书 那你还不如把自己的行动 行为变成一种研究 然后发表了一步步走下去 还有一个启发 就是国际发表 我真的建议大家 去多考虑国际发表 因为国内的压力 我觉得太大了 据说三百个人 只有一个发西刊的机会 就三百个人 一辈子 昨天我听见贵校 有个老师发了四篇 我觉得太伟大了 但是有些人 发得越多 其他人越少 所以我希望大家 真的去思考 国际发表 特别是如果你英语 比较好 或者说外语 比较好 或者说你一个团队里头 有人外语比较好 国际发表有个好处 你只要一步步走下去 你这个论文总有完善的一天 迟早都能发表 在国内是能不能发表的问题 在国外是迟早的问题 以及你是否能坚持下去的问题 所以 建议大家 鼓励大家 多去考虑一下 大家一起来帮我 假设 我的想法 是在教学方面 教学法方面 我以前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 但假设我给自己一个更高的目标 我希望在System 或者ITT 翻译口译 研究一个学刊上 我想发下一篇 我应该怎么走 我应该看到 我和下一篇System上面的论文发表 中间有哪几个关墙 会有些什么关墙 我要怎么度过 闯过这些关墙 才能在System 或者ITT上面发表 什么 比方说 什么杂志 对不对 还有呢 选题 写什么 对不对 写作的体力 写作的体力 那就怎么写了 对不对 怎么写 还包括体力 对不对 还有些什么关墙 语言 语言问题 对 怎么能把自己的 特别是用英语写 对不对 怎么让它可以达到期刊的要求 非常好 那么解法 肯定也会有些解法 比方说什么杂志 我的想法是一步步走上去 比如说我以前发了其他的期刊 我下一个 我很想发System 那么 在我们的日常的学术和教学研究里头 你也可以找到自己的理想期刊 我的 建议 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目标期刊或者理想期刊 拿他几篇论文来看一看 知道他的最基本的格式和要求 或者他感兴趣的话题 对不对 主题 这个很重要 选题写什么 大家肯定会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专业都能找到自己的选题 但我这里强调说的是教学方便 实际上我觉得 大家都是老师 这个教学实践就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数据 或者领域 或者内容 我们关键是要找到其中的问题 其中的关键问题 这个很重要 要解决问题 这个很重要 那么怎么写和体力 这个如果你找到目标期刊了 你就可以找到他的要求 对不对 你可以找到一两篇理想的论文 模仿他的格式 或者模仿他的体材 或者模仿他的表达法 把自己的课题做出去 很简单 这个起码最起码可以从模仿开始吧 但是关键是你要不断坚持下去 我刚才说的 最后总能闯回去 语言 我觉得也是不断提高 改善 还有一个就是团队 我希望大家多去考虑团队写作 再一个就是不断地去投稿 不断地有人给你去改稿 投稿过程本身是改稿的一个过程 而且国际发表是没有不效版面费的大多数 所以呢 你写的好 只要你的内容好 会有人认真给你看 给你反馈的 下面 下面的问题 我们具体的问题 假设想象一下是我 你联想一下自己 如果是想在System上面发文章的话 System 我介绍一下 他的主编是高雪松和张军 挺有名气的 张军来过这里吧 Andy Gaw也来过 他们主编 那么 假设你想在System上面发论文 你会遇到一些什么具体的关卡没有 有什么关卡 我先说一点这两个人 Andy Gaw和张军 都是很热情 很负责的学者 你教的论文 他一定会看一遍 也会给你反馈 还有一个 他这个杂志的地位 大概是1.7到2.0 影响因子 左右 1.7到2.0之间吧 但已经比这个世界上 全部的翻译杂志要高 几倍了 翻译杂志最高的 0.9吧 大概 一般的都是 0.1 0.2 0.3 0.4 所以这个杂志 翻 发起来也很难 大家想一想 假设我想在system上面 发东西 会遇到什么困难 挑战 大声一点可以吗 对 那 这个杂志是否需要 或者需要什么选题 对不对 大家猜一猜 他需要什么选题 我今天挑这个 还是有目的的 为什么专门讲system 因为现在 大家是教育学院 很讲究教育技术 新的科技 新的应用 对不对 他这个很关注 比方说 他很关注 他很关注 大家知道CAL是什么吧 他很关注这两个 一个是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一个叫做 mobile-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一个是电脑辅助教学 一个是移动辅助教学 那你起码要知道 他的关注点和学 这个 我在不在行 对不对 这本身是个挑战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 如果他 关注 跟我完全无关 怎么办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很可能是我们去 适应学术圈 学术社会 的时候了 这起码说明 这个世界在向电脑 移动 演变 我们如果不熟悉 我们应该熟悉了 而且我们在熟悉过程中 产生的问题 和我们的解决方案 可以成为我们论文的主题 这也是一个解法 对不对 我们的实践 体验 本身 就是论文内容 会不会太小 不会吧 还有 还有什么问题 还会遇到什么关卡 挑战 除了关注点 研究方法 真正好的国际杂志 很注重研究方法 我也给他投过稿 他第一次给我的反馈 就是你的方法是什么 我想到 我的方法没写好 我写的是行动研究 我只说我用了行动研究 但我没说行动研究 大概用了什么步骤 你光说你用行动研究 人家 嫌你写得不清楚 研究方法 很关键 这实际上 也是课题设计 按照我 实际上我的发表挺多的 但我以前发表 都在1.0左右 或1.5以下 想走到system 就是更高的一个台阶 在研究方法上 就要对自己 有更高的要求 那我的解法 我去查阅 行动研究 相关论文 对方法 描述吧 反正就文献了 看看人家怎么做 人家怎么写的 我去模仿一下 学习一下 不断提高自己 总是可以的吧 对不对 第一个 按照现状去讲 就我们的特点来讲 一个是课题设计 一个是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 我们经常是论述一个 我们写论文 常常是论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没有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 所以你写的课题设计 遇到一些什么具体问题 研究过程方面 对研究过程的描述 但研究过程呢 我专门提到其中的一两点 是我们欠缺的 特别是我自己欠缺 我相信很多国人也欠缺 一个是数据 采集 一个是分析 用一个系统方法 采集的数据 把它交代清楚 我用了什么什么数据 有多少种类 数量上或者质量上 有什么样的类别 然后我怎么样 用什么方法去分析的 得出了什么结果 我经常审国内同仁的稿 我经常发现欠缺的两点 一个是研究方法 刚才说的课题设计 一个就是这个数据 数据的采集 数据采集规模不够 量不够 或者系统化不够 分析不足 在我看来 发表文章最重要的一个解法 很关键的一点 很关键的 应该说两点吧 关键 一个是要思路 或者概念 一个就是数据 和分析 如果你把这两点 都做得好的话 你有很好的思路 比方说 他关注的是 科和莫 教学法的创新等等 只要你在思路上靠近了这个 只要你的数据足够和 你的分析到位的话 你就一点点磨下去 一年发不了 两年发 两年发不了 三年也能发 那你最后发的也是一个S看 对不对 假设你没有好的思想 没有好的数据 编辑 退了稿 以后你就没机会 要重写 假设你有好的思路 好的概念 加上你有足够 说服人的数据 和分析 编辑会不断地让你改 为什么 你能写出一篇好的论文 也是对杂志的贡献 大家一起把一个学术 给做得更强 更新 更现代 而且你能提出新的想法 对杂志也是一种促进 你能有提出新的概念 杂志的影响因子 也会因此提高 所以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编辑还有一个 我再说一点 只要他请审稿专家 帮你审过一次 审稿专家说 有发表的潜力 请回去改 这就意味着 他们已经付出了很多 免费的义务的劳动 他也不希望轻易地 错过机会 那么你就好好改 上去以后 他不满足 我就再改 只要你能进入 这种良性循环 你这个论文 迟早会发表 我觉得得益于我们提出了一个 叫做2.0教学法 这个新的概念 有些审稿专家或者编辑就会感兴趣 他会想方设法促进你 让你好好的改 给你很细致的意见 后来我们大概改了六七稿 终于发表 所以我跟大家讲 学术就是过关 闯关 就是一点点的磨耐性 等我们这个磨出来了 发表了 我们就老了一岁两岁而已 不过等老了十岁八岁以后 可能你就有机会升级了 不过讲到数据 那么还有个问题 行动研究 数据 哪里来 我们 自己 对自己的行为的研究 我们数据来自于哪里 大家现在开始 思考一下好吗 等一下我们回头来解答这个问题 大家开始想一想好不好 我们先换一个话题 方便大家去思考一下 行动研究的数据来自于哪里 再一个 怎样分析扩大或加强说服力 大家思考一下行动研究 我们自己明显很多困难 对不对 我们教的是学生 而且我们学生是多变的 我可能同时要教两三个班 然后这个班的同学 可能下学期就不来了 那我这个数据就缺乏 这种系统性 或者这种可捉摸性 或者这种连贯性 我怎么处理这个 这个每个人 每天教学的实践和付出 和方法都是不同的 多变 很难捉摸的情况下 我用什么数据 大家开始想一想这个 等一下我们回头再讲这个 我们现在先介绍一下什么叫行动研究 这个世界上学术圈子里 除了行动研究 还有什么研究方法 这是我分出来的三组 大家猜猜我想表达什么意思 主流是量化研究 然后支流是质化研究 然后更新的或者更偏门的 把它叫做行动研究 比较新 比较少见 比较少人做 实际上 实际上搞行动的人很多 但把它作为研究 来做的发表的人很少 我比较一下各自的优劣 到目前为止 量化研究是主流 因为它的数据啊 统计方法 比较标准化 对不对 它的问题是 人人都在做量化研究 包括你看现在大学本科生 包括文科方面的 一上街就是搞一个 叫抽样调查 问卷 市长营销什么的问卷 社会的问卷 社区的问卷 人人都在搞 最后搞出一个统计出来 说明一个什么什么问题 很泛滥 太多了 没有什么新意 再一个 量化研究讲 是什么 大规律 大趋势 比较多 挖掘个性 个体 或者为什么 这些问题比较少 这个很多数据 做出来以后 实际上它的可用度 是很低的 我觉得我是一个文科 我的统计和量化研究 一直都是弱点 如果我要做的话 我会跟我的学生合作 一个小团队做 他们做统计 我来写 或者我来做 我较多做的是 字化的 就是比如说 对文本分析 或者对一个人的行为 或者对一个人的 什么言行啊 话语 进行分析 这种字化的研究 比较多 字化的问题是 我们很多人 在方法论上 有欠缺 今天不多说了 就说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 是一个支流 但我希望 大家多去做 为什么 越少人做的 机会越多 而且我经常 说一句话 中国就是一个 行动研究 大国 或者行动大国 研究不多 但行动很多 你看从邓小平开始 这种改革 实际上就一直是 一种行动化的运动 不断地开拓 不断地探索 不断地去创新 就是一种行动 我希望 有朝一日 国内会成为一个 行动研究的 主要基地 要 做行动研究的话 希望 大家考虑这几个问题 刚才提到了 我再重复一下 用什么方法 特别是分析方法 用什么数据 怎样把数据 给呈现出来 大家想想 我们就是老师 对不对 我们就是去教书 去课堂 去跟学生 有各种互动 各种活动 各种关联 我们把它 怎么转化成数据 怎么把自己的行为 进行一种 批判性的 或者分析性的 或者一种 critical analysis 一种 一种严格的分析 把它分析出来 然后又怎么把它 呈现出来 把它写成论文 而且可以让人家 信服 做到这一点 很重要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你这篇论文 最后就很有发表的机会了 现在我们回到开始说的主题 数据啊等等方面 我们说一下 行动研究 如果要发表的关键 说刚才的解法 说数据以前 我再说一下次要的话 刚才说到 这是一个支流 目前来讲发表不多 但是如果你想发表的话 我希望你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点 最起码 虽然你做的是行动研究 你的论文 但你的论文格式 和结构 和呈现的样子 要像一个常规 的论文 你说你强调 我是一个特殊的东西 我是一个特色的东西 这在国际学术上 人家是不接受的 因为国际学术 有国际学术的规范 所以我第一个建议就是 格式 篇幅 结构 特别是课题设计 要常规化 在格式上 符合学术 常见规则 常规化 其中就包括 你的论文的结构 篇幅上 一定要包含一个环节 叫做research design 这个research design 应该放在哪里 首先有题目 有摘要 有关键词 下面是简介 对不对 简介里头可能有文献 也可能没有文献 不过起码有个简介 那么在下一个环节 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research design 课题设设计 要把课题设计讲清楚 第一个课题设计里头 课题设计里头 还要包含几个元素 课题设计里头 应该包含什么元素 方法 还有什么 research method 还应该有什么 questions research questions 还应该有什么 什么 对象 应该有一个是 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人 对不对 应该对对象有一个描述 对象英文叫什么 informants 或者respondents 或者participants 我比较喜欢用participants 因为我有我的理想 我觉得现代社会 是共造共同参与的社会 他们和我们一起参与到行动研究里 所以我常常用participants 那么起码要有这三个环节 对不对 这个participants也包括数据了 对不对 还缺一个环节 大家猜是什么 结论应该放后面 什么 我说一下还缺一个 一个用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环节 对方法 另外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图 在我看来 最好的行动研究 都知道起点 也知道终点 就是我这个项目 在什么环境下 在什么形式下 我不得不去做的一个行动研究 然后我要通过行动研究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彼岸 那么我说一下 我心目中的行动研究和中国的行动实践的区别 我们经常讲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的想象中 这个目标就是对岸 对不对 但我们不知道对岸在哪里 叫做走一步摸一步 摸一步走一步 我自己的想法就最好的行动研究 学术的话 应该清楚的知道 我的彼岸在哪里 我的目标在哪里 那么怎么知道我们的目标呢 这对于我们老师就很重要了 教学型的老师很重要 我们搞教改 有一种改革的方法 就是每天把自己东西改一改就行了 但我觉得这是没有目标的改革 最好的改革是知道目标 比方说我给大家讲我的例子 我为什么说2.0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学环境就是1.0 就是教师中心 比如说我们的成语里头表达的都是教师中心的概念 师道尊严 解惑达一解惑 授业 对不对 传道授业 我们都是教师中心的 Teacher Center 我把它叫做1.0 我的心目中的理想彼岸 或者这个 终点 就是彻底转变成学生中心 个性化教学 那么我给他一个概念叫做2.0 你看我就知道我的彼岸在哪里 我的最终终极目标在哪里 我给自己设立了很多关卡 不断地走到这个2.0这里 走到2.0我要解决很多问题 第一比如说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第二解决的问题是用什么教材 以前是教科书以后我用什么 以前是纸媒以后我要用什么 第三个问题是学生在里头的作用 比如说学生如果他要做内容的话 学生的作品怎么去评估 以前是标准化的评估 那么以后你个性化你怎么评估 你一步步走下去最后达到中间12.0 对自己的终极目标有个充分的清晰的把握 这就是很好的行动研究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我要回到刚才那里的话 我会加上一点 课题设计除了研究问题 数据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以外 要加上一个objectives goal and objectives 目标和指标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和指标 我这个课题要解决什么什么什么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什么问题 我去搜集什么什么数据 收集了这些数据 怎么分析呢 我就把方法讲出来 这就是一个课题设计了 你看它是一个逻辑性的 逻辑化的表达过程 我们还是以这个为例子吧 我们现在在这里 我的目标和指标是这里 为了达到这里 我要研究什么什么人 什么什么活动 收集什么数据 我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本身你描述出来 用比如说你这篇文章假设是七千字 你用那么七百到一千字的篇幅把它写清楚 很清楚啊 那就很好了 objectives research questions data and data analysis 交代清楚了 你这个环节就圆满结束 刚才这个有个问题 没问题 我就继续下去吧 这里行动研究的特点 我就先不讲了 先专门讲这个数据今天 怎样收集数据和怎样分析数据 大家想一想 也可以用我的例子 也可以联系你自己的教学实践 我们把自己的教学实践 转换成学术研究的话 什么东西可以成为数据 或者我们去什么地方去找数据 大家想一想 课堂的学生 行为分析 举例 可以 这个时候特别是当你有录像 学生有允许你录像的情况下 你录下来做 对学生的body language 进行一个分析 对不对 呀这个太好了 我在老师中心的状况下 学生的身体语言 是一种什么情景 我到了学生中心 学生的body language 把它进行一个对比和分析 太好了 这个非常好 还有呢 还有什么可能性 作业 作业 对作业怎么分析 有主 分小主 把一个单元 分成N个小主 对 然后对作业主 的比较 可能对作业 可以有各种分析 比如说在教师布置 作业的情况下 教师中心 教师有个标准的时候 学生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 或者文本 到了学生中心 我们设计一种教学 一种写作活动的话 学生会写出什么东西 或怎么写 或者甚至说 多长时间去完成 或者有多少学生 学办之间的互动等等 都可以进行分析 对不对 也很好 还有呢 成绩 在1.0的情况下 它多少分 在2.0情况下 多少分 对不对 那么我下面要问一个问题 让数据分析 要具有可信度 怎么去增加你的数据的可信度 或者你的分析 你的说法 假设你说学生的分数 通过我的教学改革再提高 可能读者会接受 审考专家也可能不接受 他说 这个是你自己改的 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他说 你怎么能说不同的东西 这个要比那个好呢 假设写出了不同的论文 或者作品 以前是这种 现在是这种 你怎么能说这种 现在苹果就比以前的压力要好呢 有实验组和对照组 你可能很容易得出结论 它不同 但是很难得出一个结论 它比以前更好 要建立一个工具 评价的工具和评价的一个客观的角色在那边 比如说我请别人来评 对不对 还应该有个工具 比如说电脑工具 电脑做的这种大数据的处理或者分析 有可能 或者三角 或者我这 对不对 我来评 别人来评 学生来评 都有可能 对不对 互相补充 你们刚才说这个我都觉得很有道理 可以去尝试 特别是你们刚才说的身体语言学生的行为的描述和分析 我觉得太好 你们如果谁去做 这个应该是一种创新 而且是可以做出来的 可以 可以发表的 对 再一个 我们刚才说的是数据 实际上你刚才说作业的话 不仅说是数据 而且说数据的来源 对不对 这个数据来源于这个作业或作品 这个作品是纸媒的或者多媒体的 我们将来先说一点 现在国际上发表越来越挑战越来越艰难 我相信国内有一天也会如此 他要求你保留证据多少多少年 假设说 我说我是根据我的眼睛对学生的观察 你这个就没有证据保留下来 将来人家回来查你就有问题了 什么 眼动仪可以 但是那你就有记录了 你只是说我个人的观察 学生今天讲话 发言更积极了 那你这个没有文字记录 将来也会有问题 所以你刚才说的作业这一点很好 它是一个来源 再一个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 大家想一想 课堂对象 录像 录像 录像可以成为一个 作业可以成为一个 这些都是 tangible 可以触摸到的东西 非常多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平台上会留下很多 footprint或者fingerprint 这种指痕或者脚印对来 它会留下很多记录 所以呢 这也给我们一个启发 我们如果借助于网络 或者电脑数字化教学的话 要注意收留 采集证据 实际上 这也是一个好习惯 我们无论做什么 把它截图或者 copy and paste下来 或存一个pdf 你存下来了 将来就是一个数据保困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个习惯 做起来 做习惯了就很简单 很容易的事 刚才说到印数据 你们说的有些实际上 我都没用 想的比我还要丰富 这是我当时发表的 那篇论文里头 采用的数据来源 其中第一个包括教学计划 我每周上课以前 会有一个一页纸的计划 这个计划就包括 我今天上课要达到什么指标 要开展什么活动 拿几个学生今天要做presentation 然后做什么presentation 我给他安排多长时间 还有什么其他活动 要留下什么作品 作业要求等等 我会有一个one page 一个要求 我可以看到 学生也能看到 那我都存在电脑里 回头再写论文的时候 发现 要自己写的东西 居然就成了自己论文的数据 多好 顺手牵扬的东西 当你做习惯了 你会发现这个one page teaching plan 很容易弄出来 还有那这个也就是授课方案 我自己想做什么 其中会有一段话 我会怎么去做 我要做什么 做到什么 怎么去做等等 这是授课方案 还有一个就是学生给我的电邮 学生给我的电邮 他会提到 他对你的教学方法 哪方面满意 哪方面不满意 你应该怎么去改善 给你提一件等等 他也是你的数据保库 还有一个就是教学评估 国内也做教学评估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们有 能不能看到自己教学评估的数据 能看到 收集起来多少 我历年的我都顺手就收集起来 学校的网上也可以 有时候可以下载到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只能下载到 某些年份的 再老的下载不了 就觉得 所以自己收集还是好一点 然后你再不断地去参与各种评奖 评奖呢 人家会给你这种颁奖的制词啊等等 都收集起来挺好 都能用到 还有学校的官方政策啊 文件等等 能找到的 比如说我设计的课程 我都希望我培养出来的学生 可以达到学校要求的 我们有一个叫做 毕业生素质 graduate attributes 包括要有创新能力 批判能力 什么电脑能力等等 我都用这些来要求我的课程设计 那么这本身也会成为我论文的数据之一 从这些来源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会取得一些什么样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眼了 这是我可以取得的各种数据 但我要先做一些解释 我的行动研究 这里可能要重复一点 我说的是 我们现在处于教师中心 教学环境里边 我希望最后过渡到 学生中心教学氛围里 这里头我要经过一些关卡 我每一篇论文就解决一个问题 一个关卡 我遇到了什么问题 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怎么解决的 那么其中有很多问题 我就可以写出很多论文 其中一个问题和内容有关 我相信一点 无论如何 学生中心教学法都是实现不了的 除非你把教学内容也改造 我们现在用的教学内容是根据 教学大纲设定出来的 然后是用教科书的 统一的教科书 我相信一点 如果要真正的进入到 学生中心教学法 内容也要进行根本的改变 我找到的教科书和我弄的内容 不可能实现学生中心教学法 那么什么可以帮助我实现 关键的就是学生内容 我还是回到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共造的世界 你们看看微信 微信公司属于马化腾的 但里面的内容都是大家共造的 包括你们传的图片 你们传分享的心得和体验 包括你们看看朋友圈 你们得到的信息和分享的信息 都是大家共造的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百姓社会 而我们课堂里 只要我们用教科书 这就是一个五十年前的教师中心 因为教科书的内容 都有三五十年老了 所以我相信一点 必须改变教学内容 必须使用学生内容 才能真正的实现学生中心 但要采用学生内容的话 又会遇到新的困难 大家想象一下会遇到什么困难 什么关键 学生贡献的知识费会非常庞杂 也没有办法 它的数量太多 你怎么去用 对不对 数量是个问题 质量也是个问题 如果那么多 那么庞大规模的学生内容 里头参差不齐 叫量有不分 对不对 你怎么使用 我教科书起码一个标准的水平 标准的内容 标准的什么 我可以起码达到普及文化的目的 对不对 那你用学生内容怎么做到 所以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那么你就涉及到实际上数量和质量的问题 那么解法 我们可以想当然的解法 第一个解法 提高学生内容的质量 那么下一个问题 怎样提高 那你要想出新的方法 对不对 规模 规模很大的情况下 我怎么进行精选和优选 而且是公平的 一个班三十个学生 如果我只用某个女生的 我永远都觉得她的最好 那即使我自己认为我没问题 领导和同事也会认为我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有什么方法进行临选和挑选学生内容 精选 让这个规模逐渐的去精化 缩小 对不对 而且公平 还有其他问题 规模 还会遇到很多问题 我提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评估 以前是一个标准 标准化的考试 我要求全班的同学具有同样的水分 糖分 成为同样形状的水果 就行了 对不对 现在是个性化的内容 制作 那么做出来的是个性化的作品 当一个果园里 有千奇百态的水果的时候 你怎样评价 你没有了统一的标准 你怎么说苹果和亚里 你怎么评价 还有甘蔗 还有香蕉 你说谁更好 大家想想评价问题 实际上 行动研究的关键 一个论文呈现 你把你遇到什么障碍 看这里 你遇到了什么 challenges 什么difficulties 写清楚 规模问题 质量问题 评估问题 可能还有时间 规模太大 我怎么有效地使用课程时间 对不对 把障碍写清楚 然后把你的解法写清楚 我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把这个过程写清楚 你的行动论文 行动研究论文就出来了 再加上前面有个理想 对不对 我的理想是2.0课程学生中心 然后我的遇到什么障碍 怎么解决它 最后解决的效果是什么 讲清楚就行了 这就是一个逻辑化的 行动研究表达过程 不过我们现在关心的是数据 那么请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刚才这个思路 从这里走到这里 遇到这些关卡 我解决关卡的方法是什么 那么我怎么 我把这个思路逻辑表达清楚以后 要用数据来支持 可以用什么数据呢 我用的就是这些了 学生内容 有什么种类 有什么规模 有什么数量 我这个内容 用了多少时间上课 多少时间 比如说一个课程 50分钟 有多少时间 用在学生内容上等等 还有一个教学评估的数据 还有学生给我的反馈的话语等等 我用了这些 我就把论文给写出来了 大家看一看啊 我因为考虑到时间 不想拖太久 我们直接进入数据环节 这是我使用的一些数据 首先这个是我以前 在这个项目开始一直到现在 一直使用的教师内容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教科书 或者教师负责 选取或者编写或者使用的内容 那么我可以把它区分成几个类别 比如说有多少 这个教科书里头有多少章节 学生看多少章节 我给学生的作业的原文是多少 然后呢 他们额外的作业有多少 这些 我可以统计一下 我这个项目用了十几年 我每隔两年 我把一个数据统计出来 我回去看自己的教科书就行了 对不对 这个教科书 07年有多少章节 10年有多少 13年有多少 16年有多少 你可以看出来 它的数字基本上很平稳 我就说明了 我在这个行动研究的过程中 教师内容的规模基本上没有变 那么作为比较 我可以比较一下 那么多年以来 同样的年份里头 07年 10年 13年 16年 学生制作出来的内容 数量 这个很简单 对不对 我回去 我看一看以前的学生的分数 记录表就行了 分数里头 其中有多少同学做了这个 比如说 Presentation 有多少人做了Critical Review 有多少人做了Multimedia Presentation 我都会有个记录 我会去查 会发现 大多数的一般性的学生内容 并没有改变 改变的最多的就是我拿来做样板的学生内容 大家看最后这三行 我会把学生内容区分成三种 一个是学生自学的 一个是班里大家分享的 一个是成为其他同学 就未来同学或其他班同学样板的 关键的是成为样板的学生内容数量 在不断的上升 你看从6到10到15到21 从3到5到8到15 这种最优秀的学生的作品 在不断的上升 在数量上和规模上 我起码说明了一点 行动研究的过程中 学生制作的学生内容越来越多 然后其中的优秀作品 积累的越来越多 因为它优秀 很好的作品 我拿来用来教学用 它的分量越来越大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对学生内容的区分 一个班的学生 假设30个 大家都要做作品的话 我把它分成三类 通过各种评估方法 比如同学的同伴评分 全班评分 我的评分 最后分出来三种 第一种 蓝色这个大圈 都叫做学生内容 就学生在制作的过程中 互相学习 自己学习 他在制作内容的过程中 也在学习 然后在小组里头进行评比 三个人 五个人 假设五个人 或六个人 他评出两个 进入这个叫做 learning and teaching content 我把它叫学教内容 评进去了以后 他就可以得到70分 75分更高的分 然后在全班大家分享 这就解决了刚才说的挑选问题了 规模太大 但其中很多在小组里 大家学习了 就像互相学习了 其中的三分之一 多一点 进入到全班学习 全班评选 分享的过程中 这个时候由我为主 我也听学生的意见 在里头再挑出来三分之一 就全部的10%左右 我把它叫做teaching content 变成了教学内容 在这个班里可以用 隔壁的班里可以用 未来的班里也可以用 那么你看我通过数字的表现方法 我告诉读者 我解决了第一个 解决了规模问题 第二个解决了质量问题 因为呢 这个teaching content 会不断地逐年地改善 这个班里头的学生作品 会越来越好 直到有一天 你会发现 它比我老师的作品还要好 比我现在能找到的 市面上找到的 公开发行的教材还要好 等一下如果有机会 我们可以看其中的一两个片段 但我还要补充一点 我在说问题和解法的同时 我还对它进行了一种逻辑性的表述 遇到什么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 对不对 一种逻辑性的表述 然后呢 我希望 让我的叙事一边逻辑化 我还把它模型化 最好的论文 你是可以把自己的想法 用模型表现出来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上年我用过 这是我心目中的1.0 我通过不停地思考 我把我的1.0 用图像把它给表现出来 你看老师在中间 学生在外边 学生向老师靠拢 靠拢得越多 答案掌握得越好 越标准 它的分数就越高 这就叫做1.0了 那么什么叫2.0呢 我把它用模型化 这个变成2.0 老师学生 共计一堂 合作 学习共造 然后个性化的 往四面八方去发展 然后呢 形成一种新的教课模式 学生内容做得越多越好 这个课程就越成功越大 你看我用一个模型化的方法 把自己的逻辑化叙事给表现出来了 第一我表现出来 1.0和1.0截然不同 是相反的 第二 1.0是老师中心 第二点 学生和老师都在中心 第三点 传统的1.0是搜索型的教育 2.0是扩张型的 个性化的教育 是无限可能的教育 这就是一种叙事逻辑化的过程 也是一种图像化的过程 模型化的过程 希望大家 大家看着这个好像涉及很多工作 但你想想 虽然我这个项目做了大概十二三年 结束了 但是你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表五六篇文章 多好 我统计了一下 到目前为止 我大概发表了四篇SSCI 马上还要发表第五篇 那么还是值得的 我只不过就是把我日常的工作 多了一些设计在里边 多了一些数据收集 然后最后又把它分析一遍 你可以写出四五篇论文 挺好的 对不对 四五篇论文 我相信在国内也可以 起码勉勉强强混个副教授 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挺好的 付出有付出 总会有收获的 那么我回到刚才说数据 为了说明我刚才 除了刚才模型化 数据化也很重要 通过这个 我可以说明学生内容的精选作品 在不断地提升 前面没有上升 因为每个学生都要做 只要这个班的人数不改变 学生作品就不会变化 但是这个样板作品 会不断地提高 除了学生内容规模的增长以外 大家想想 还有什么可以说明 学生中心的变化 除了学生内容 还可以去考虑一下 内容的使用问题 比方说 你可以算一下 我一个课程 一个学期十二周 每周三节课 每节课五十分钟 那么一个学期 大概就是一千八百分钟 一千八百分钟 有多少时间用在学生内容上 你可以从学生内容上来 体现你的教学环境的变化 这个 是我在其中一个班 用学生内容的时间的增长 比方说 2016年其中一个班 他用一个学生内容 这个叫做critical review 我一共用了13篇 critical review 学生的 学生一共做出了13篇 我使用了10篇 每一篇在课堂上 大概评讲 或者分析 用了15分钟 那么一共用了150分钟 然后学生做出来的多媒体 critical review 一共五篇 我五篇都评讲了 每篇也是15分钟 用出来75分钟 第三个 Multimedia research 学生有七个 我用了五个 每一个用了15分钟 又用了75分钟 学生的翻译练习 短篇翻译练习 做出来12个 我都使用了 每篇用了10分钟 120分钟 然后还有这个精选的样板 我用了那么多时间 其中一共用了795分钟 那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学生内容 在我的课堂 1800分钟里头 大概是占用了 30%到40%的时间 那就很说明问题了 以前我们上课是 教师内容为主 时间都用在教师内容上 现在我用了 30% 40%的时间 在学生内容上 你就可以说明 我这个在逐渐地 向学生内容靠 从时间上也能说明 你教学环境的变化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回到这个行动研究的特点 除了说出来 我要达到指标 我的笔案在哪里 我会遇到什么困难 我会采取什么方法 采取了什么方法 进行分析以后 最后你还要给出一个效果 效果 好不好 学生喜不喜欢等等 那么 讲到这个效果了 就可以用到教学评估了 这就是我用的教学评估 我教的四门课程 它的分数是多少 等等 实际上我原来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表格比较小 我放不下 我还用了2007年的数据 2007年 我这个课程的平均分数 都在三点几 那么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 到了2013年 我的数据都在4.2到5点几之间 都超过了 我2007年的水平 意思就是历史性的比较 我进步了 平衡的比较 我拿出了 我们整个school的平均分数 我们整个school的平均分数 是在最后这一栏 HAL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nguages 人文和语言 学院 这是平均分数 你可以看到 在大多数场合下 我的翻译和口译分数都超过 学校的平均分数 大多数场合下 中文和高级中文都低于这分数 那么他起码给我一个证据 去说 通过改革 我其中有两个课程 更受学生的欢迎 有两个课程 做的还不好 我可以分析一下 什么原因 第一 这两个班级 太大 不太适合 2.0课程教学法 第二 这两个班级 中国学生为主 或者亚洲学生为主 他不太喜欢这种 自主行的学习方法 宁愿 做那种比较被动的学习 我们做行动研究 补充一点 并不是为了说明 我比别人优越 或者说我比自己 比其他课程要好 而是说 我哪些做的好 哪些做的不好 你说你做的不好 也可以发表 学术发表 不是为了说明自己成功 而是说明自己怎么样 成功或者不成功 原因是什么 只要你能把这个讲清楚 你就有公信力 你就可以发表 我们去发表行动研究 第一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方法 被接受的程度还不高 我们要常规化 课题设计和论文结构 表达要常规化 也要包括 我们要有数据 要有课题分析 那么这里讲到就是数据了 给大家一个例子 讲到 怎么把自己的行为 变成时间 变成规模 变成数量 进行分析 把它变成一种可信的数据 体现出来 呈现出来 就是一个好的论文 最后 我说一下 逻辑化 这个词很重要 这个词很重要 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叫自圆其说 因果关系很清楚 我要去哪里 怎么走 克服什么障碍 要把这个路径很逻辑化的表现出来 所以 这几点很重要 这里 我用紫色的文字写出来 愿景 彼岸是什么 我要说一下 学者 这稍待提到的话 学术 应该有一种理想主义在里头 你写的东西没有理想 也是很难发表 因为我们学术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让世界更美好 更公平 对不对 你要表达这种理想在里头 我希望我们教学环境 更加的学生中心化 更加的现代化 这就是一个愿景 你还要讲出变化 我们做学术 不是说为了维持现状 而是说 希望世界更美好 教学环境更合理等等 要把愿景和变化讲出来 第二点 重复刚才的 结构和表达篇章等等 要向常规看齐 你要想一想 即使你写的是行动论文 研究论文 神搞的 不一定做过行动研究 包括我今天说 我们那个大教授 本来他想来 他说为什么想来 他说 你讲行动研究 我根本没听过 什么叫行动研究 走他说 他说很想来 但他 你们中午学校请他吃饭 他就来不了 所以 要向常规看齐 太标新利益的东西 很难发表 思想可以标新利益 篇章结构 一定要向常规看齐 第三点 问题导向 解法要有效 效果要彰显 你看我刚才说的 就是要解决问题 对不对 怎么解决 从1.0向2.0过度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 我怎么解决 教学内容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个问题 指导着你的行动研究的走势 很重要 解法要有效 你要能提出解法 规模怎么解决 质量怎么解决 评估怎么解决 要能提出来 效果要彰显 你要讲出来 我变化的结果和效果是什么 第四点 虽然我们是行动研究 刚才说要向常规看齐 那么具体的做法就是 尽量的使自己的行为数据 数量化 所谓的科学化 客观化 其实就是数量化 你看实际上 这些就是数量化的一个尝试 我把内容 把它数量化成章节 有多少章节 有多少本书 多少章节 有多少种类 你看有四个种类 或者说像这个 学生内容 我分成多少种 多少类别 每个类别有多少种 每个种类里头有多少个数目 你要让它量化 这一点非常重要 再一个时间也是量化 对不对 我说不清楚的东西 我用时间来表达 很清楚了 学生内容 耗时多少 占用了我的课堂时间 百分比是多少 时间就是数量 一下子就可以让 我们的数据 更有了科学性和 逻辑性和可信 客观性 非常重要 最后两点 论文叙事 要逻辑化 我今天反复强调 叙事逻辑 把前因后果讲清楚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很简单 就行了 要模型化 用模型 把自己的想法给讲出来 我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今天一共涉及的模型 这个是其中一个模型 是我的思路问题 怎么从教师中心 转换到学生中心 中间要经过某些什么 关卡和某些什么解法 这个是对学生 内容进行的分类 也是一个模型化 这是行动研究的模型化 这也是行动研究的模型化 你会发现 当你有了这些 看起来工作量挺大 但你想 只要你能做出来 你就能发表 更大的优点是 实际上我这里的模型 不是一篇论文的模型 是两三篇论文的模型 我把它放到了一起 你会发现 做出模型 对你整理思想很关键 你去发表 可能性也大了 而且还能拿来做讲座 多好 最后一点 行动研究呢 是一种主观的东西 一定要获得可信度 做到上面这一切东西 可以让你具有可信度和公信力 你就可以发表 时间过得很快 今天我觉得很 一进来就很激动 有吃有喝 还可以分享 很高兴 希望你们下次吃喝别忘了 那我就讲到这里好吗 还有留下十几分钟 大家分享一下 知道两点有个 我们准时结束 有没有任何问题 受科对象 他说是外国的生活的 能不能谈一下 先说一下入门 在research design里头 一定要对你的participants 有一个描述 或者在introduction里头 有一个描述 对你的教学环境有一个描述 我说一下我的具体的环境 我的翻译课 和口译课 属于大学的高年级课程 里头的主要的人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叫ADC Australian Bound Chinese 还有香港人 台湾留学生 亚洲留学生 还有中国留学生 还有白人学中文学的好的 这些呢 我一般来讲 口译班 我现在已经不上了 一直都控制在25人 因为位置的限制 这个班 翻译 我进去 我刚开始教的时候 是我设立的课程 我一直给他一个限定 就是不超过30人 但是到了1415年 学校就强行让我把他给扩招 后来变成五六十人 我就停 做这个就做成糟糕了 就做不下去了 后来 后来 他现在一百人 中国学生为主了 现在 因为中国留学生很多 如果人多了 我就教不了 这个Chinese 高级班和低级班 历年不同 开始的时候 05年前 有很多老外 他读中文读得好 就进了这个班 这个高级中文课程 后来逐渐就变成了 越来越多 很多华人 这几男人就变成 很多中国人 中国人很聪明的 进去 他因为我们要入 进去要考试嘛 考得比较低 你才能进去 他进去就故意犯各种错误 然后就混进去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进来读 干什么花个三五千 澳币读一个课程 你啥都懂 但他也要进来读 这就是我的办法 但我现在不教 教学评估是吗 教学评估 我的感觉吧 其实我以前特别喜欢教 我们叫做homogeneous class 就学生背景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我是从2003年 突然就改变了一个想法 我2003年去法国去考察巴黎教学 巴黎那个装饰学院的教学 我发现人家专门找不同的人 放在一起 后来我突然就改变 我突然发现 最好的学习是不同的人 在一起互相学习 大家一起去扬长臂的 相同的人在一起 学不到东西 而且现在最重要的学习方法 是同伴学习 老师教的是很有限 比如说他要制作多媒体 我能教的就很有限 我实践也有限 学生互相教就很容易了 其他问题有没有 您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比较熟悉的就这个System 还有一个叫ITT ITT是翻译教学方面的杂志 实际上张军那个杂志 还有他叫Elicos 好像叫TESL TESL 他那个叫TESL TESL TESL 实际上我觉得国际上的教学杂志很多 我一下子可能想不起来那么多 但我想出来这是TESL 还有什么 还有Advanced Education 还有Computer 什么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等等 可以 我觉得你们最好有个群体 微信群里大家传信息很快的 可能比我想到的要多 第二个 当你把数据看成学生的话 七个学生就很少 但如果你把学生转换成发言时间 身体动作 身体语言 你会发现数据一下子就丰富了 你说我每个班七个学生 这个论文出去 没有什么说服力 但你把它转化成时间数据的话 或者内容数据 你的说服力就强了很多 所以我希望你去想一想 实际上我也 我原来写论文也在想这个问题 我在想 因为我第一篇论文寄出去 他们很不客气 实际上主编我认识 但他不看了 他给审稿专家 审稿专家说 你的数据在哪里 我说我这行动翻译 行动研究 他行动研究 我要看到数据 我后来就想来想去 我就在想 我怎么把障碍和解法数据化 效果数据化 后来就想出来 内容 时间 评估 谢谢 各位老师可能还会有问题 非常不好意思 今天时间比较紧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 也特别感谢钟老师 因为我们两个也也有一些 我再说句话 我觉得向老师组织 这个组织太好了 我就让我有机会参与 这个别具一格的 别开生命的 这种一个活动 太高兴了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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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